这一幕太诡异了 凌晨十二点女人站在河边 怀中抱着婴儿 不换呼唤丈夫的名字 村民们听到声音 慌忙抱着孩子躲进屋内 门窗紧闭下的蜷缩在角落 原来 由于战争爆发 娜娜的丈夫被迫抛下怀孕的她出去打仗 由于私夫心切 她才半夜在河边呼喊 如今战事结束 丈夫迈克凯旋而归 随行的还有四名战友 可当他们刚到村口 却发现气氛十分诡异 大白天的 村子里家家户户门窗紧闭 路上没有一个活物 几人十分诧异 人都去哪里 直到半夜 几人才终于到达迈克家 迈克迫切地呼唤着妻子 却始终没有得到回应 他慢慢走进屋子 发现婴儿床在窑洞 他以为是自己的孩子 走过去却发现里面什么也没有 这时 妻子从身后抱住了他 俗话说小别胜新婚 这生离死别后的重逢的怎么形容 二人紧紧抱在一起 互诉肉麻的情话 门外的四名战友可就有福了 第二天迈克便带着他们去赶集 没想到村民们看到迈克 就像见了鬼一样 来到蛋糕摊 老板娘直接将蛋糕塞进嘴里 说卖完了 经过鱼摊 老板直接将鱼放生 一脸猛逼的几人 最后来到一个酒铺 喝醉的老板娘告诉迈克 让他回家后 弯腰从胯下看那马就会明白 丸子头似乎明白了些什么 他告诉大家 弯腰从胯下看 是分辨鬼的一种方法 难道迈克的妻子是鬼 丸子头撞起胆子来到迈克家 却一脚踩的楼梯 再次爬起来 却发现 昨晚还整洁的迈克家 现在一地的枯枝败叶 根本不像有人住 他走到门口 突然屋里的婴儿床 自己摇了起来 他被吓得连滚带爬 还没等他缓过神来 一颗球飞了出来 一双不属于人类长度的手 从屋内伸了出来 丸子头被吓得屁滚尿流 赶紧跑回去 把刚刚看到的场景告诉战友们 他确定那那就是鬼 可战友们此时正玩得开心 安慰他不要胡思乱想 第二天 眼镜男还是有点不放心 来到迈克家验证情况 却发现 迈克家里的情况 正如丸子头所说的 破败不堪 和刚来的那碗盼若两屋 转头一看 发现迈克的妻子正在厨房做饭 他想起了丸子头说的 弯腰从胯下可以验证鬼 他缓缓蹲下身去 朝娜娜的胯下看去 却什么也没有发生 他悬着的心裁放下 殊不知 他验证的姿势根本不对 男人竟想偷看扫 他蹲在地上弯腰 这一幕正好被娜娜发现 眼镜男连忙找借口 说自己在找东西 随后落荒而逃 来到林子里蹲坑 突然一颗红宝石闪到了他的眼 没想到上个厕所还有意外收获 小手一扒了 竟然是一具尸体 他发现尸体手上的戒指 和娜娜的一模一样 难道娜娜已经死了 他被吓得裤子都没提 赶紧溜之大吉 想把这个消息告诉战友们 结果半路遇到马峰 被折得鼻青脸肿 话都说不清 说不出 那就写 于是他将娜娜是鬼四个大字写在纸上 交给战友们看 战友们一个个目瞪口呆 这时 迈克也发现了异常的几人 过来抢夺纸条 看到上面的字 迈克也一脸震惊 可他似乎不怕 静止走回了家 质问妻子 为什么瞒着自己 是不是怕自己嫌弃他 妻子以为自己被发现了 不知所措 没想到迈克心疼地把妻子拥入怀中 看的几个战友是一脸猛 原来字条被雨水淋花了 变成了娜娜长了疮 迈克以为妻子生病了不告诉自己 几个战友见情况不对 赶紧找上门来 决定亲口告诉迈克真相 可是娜娜就站在一旁死死盯着他们 虽然很害怕 但是为了兄弟 他们还是决定拼死一搏 就在这时 村里传来消息 之前暗示他们娜娜是鬼的酒铺老板娘 意外掉进河里淹死了 难道是娜娜干的 几人开始担心直接告诉迈克真相 会像老板娘一样引来杀身之祸 犹豫了片刻便想开溜 没想到娜娜发现了他们的意图 于是邀请他们留下来吃饭 饭菜一端上来 几人直接傻眼了 一桌子的枯树叶子 还有胶原蛋白 迈克招呼大家 我知道你们都常哭了 愣着干嘛 动筷子呀 几人面面相去 纷纷表示拒绝 可看到娜娜恶狠狠地盯着 看来今天这饭 是吃也得吃 不吃也得吃了 几人你一口 我一嘴 吃得那叫一个津津有味 饱餐一顿后 还饶友兴致地玩起了猜字迷游戏 几人想通过游戏告诉迈克真相 正当那一颗鬼字呼之欲出时 娜娜眼神里露出凶光 几人赶紧找借口离开 慌乱中跳上一条船 几人一番操作 船却在原地打转 鬼屋内竟混入一只真鬼 几人觉得气氛不对 忍不住后背发凉 慢慢转身看到娜娜正面无表情深厚 他们连忙抓住圣米准备扔向他 没想到娜娜伸出手臂 拽住他的肩膀 吓得几人扛着迈克 落荒而逃 一路逃进森林 迈克突然就伤复发 胸口鲜血直流 战友们发现 几个月了 迈克的伤口竟然还没有结痂 眼镜男和丸子头 开始怀疑迈克是不是已经死在战场上了 迈克才是鬼 而娜娜还活着 几人突然发现 迈克脖子上挂着和尸体上一样的戒指 眼镜男大喊一声 抓起一把圣米就朝迈克撒去 迈克被疼得哇哇直叫 几人更加坚定他就是鬼 拔腿就跑 几人逃跑也不忘那么 决定带他一起逃 他们一行五人乘船行驶在河上 突然船开始下沉 几人赶紧把随身物品 能丢的都丢了 甚至连船桨都丢了 这下可好了 船是不沉了 该怎么划船呢 好巧不巧 这时迈克追了上来 游到一半 突然抽筋 就在要溺水时 几人反应过来 鬼怎么会抽筋呢 于是赶紧把迈克拽上来 那船上六人谁是 众人一阵后背发凉 眼睛难站在船头 弯下腰 从胯下往后看 发现娜娜才是真的鬼 这时一只长臂从后面伸出来 几人被吓得嚎啕大叫 弃船而跑 一路跑到寺庙 寻求大师的庇护 大师摆毫法阵 口念咒语 等待娜娜上门 没过多久 娜娜如约而至 大师淡定拿着圣水向她洒去 还没洒几下 大师依旧从容面对 让丸子头拿出圣米 结果 几人直接呆住 只有大师让他们不要慌 只要留在圈内就是安全的 大师不愧是大师 真是有备而来 可是下一位 这才好了 娜娜肆无忌惮 开始法工 屋子里的蜡烛瞬间熄灭 等再次亮起 几人已经被绑成一个大粽子 大师赶紧跑路 临走前丢下一句话 猪队友带不动 娜娜缓缓走向几人 几人瑟瑟发抖 挣脱身上的绳子 就往屋外跑 这时大门直接关上 四处门窗也紧锁 真是叫天天不应 叫弟弟不灵 只能向娜娜认怂求饶 可是回头一看 娜娜已经消失不见 再抬头一看 几人魂都被吓没了 把腿就跑出去十几米 娜娜就到吊在房梁上 死死盯着几人 大吼一声 打翻案台上的蜡烛 屋内瞬间火光四起 娜娜表示自己不想伤害任何人 只是想和丈夫迈克在一起 没想到被吓尿的几人 身体很诚实 嘴还是很硬 你言我一语的说 你俩阴阳两格 不可能在一起的 就不要阴魂不散 赶紧重新投胎 娜娜表示 既然这里容不下她和迈克 就把迈克带走 于是将长臂伸向迈克 没想到迈克不但没有后退 还迎面上前 看着妻子的鬼魂 失声痛哭 娜娜贴心的给她擦拭泪水 一人一鬼四目相对 迈克终于表明了自己的心意 其实她早就知道娜娜是鬼 虽然她很怕鬼 但更害怕失去娜娜 所以这么多天以来 她知道和自己生活的 是娜娜的鬼魂 她只是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即使天天吃树叶 村民和战友都害怕她 她也不在乎 只因她对娜娜的爱 听完这一番表白 闻者伤心 听者落泪 战友四人也被感动 不再害怕 电影的最后 迈克和娜娜 一人一鬼 虽阴阳相隔但依旧相爱 电影《鬼夫》 改编自泰国民间故事 极喜剧 爱情 惊悚于一体 讲述了一段人鬼情未了的故事 建议大家去看看原片